请收看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然后睡眠的 我认为他往生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那当然是指一般的 平常很轻巧的职业的人 那如果是重的职业的人 那没有办法 因为他很累的话 他需要眠睡眠时间比较长 我指的是一般没有什么很重的 需要靠体力的 这样子的职业 所以睡眠呢 有的人他很有办法 很有办法 他连讲电话都可以睡觉 有一次啊 我跟一个 一个这个人的讲话 我跟他去过这个 一个出国去 那么 他回来啊 他说东西啊 有没有放在这里啊 我跟他讲话 他说睡觉了 我一直 喂 喂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没人 都没人 这些电话 要的几点正面 啊 我睡觉了啊 这种功夫呢 是何止修三大 好生起进来的 这还得了 这种功夫 是不得了的功夫 你要就他专门讲电话 讲到睡觉 这也很不容易的功夫 这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些福报很大的人才有办法 像我们这业障深重的人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 是电话讲到睡着了 哪里是 这种功夫何其了得 还真不能了不得 很了不得 免 免 睡到恰到恰到好处 睡眠是一种 很好 因为他可以 除去疲劳嘛 对不对 睡眠睡得太多了 变成昏沉 变成昏沉 所以出家好 出家 他就 十点呢 半了 就 我们十点半了 打板了 十点就打板了 十点半打板了 就准备休息 那么他们 三四点就起来找课 那这个是最好的 久了以后就变成正常 久了以后就变成正常